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黄子倩 现代人流行一种新观念 就是做善事一定要让多一点人知道 才能吸引更多人一同响应 国际知名罗斯龙头大厂董事长蔡永裕就是个例子 不仅连续三年捐米给高雄民众回馈相亲 另外一方面又能推广稻米 号召更多企业家一起参加这场盛会做善事 国际知名罗斯龙头大厂董事长蔡永裕 以及多位热衷于公益的企业家朋友们一起盖手影 为这场慈善捐米大会留下见证 而这已经是蔡董事长第三年举办的捐米善心活动 我是在佛佑公 因为我们高雄的大企业非常前 我们要把我们的争讨 把我们的兄弟召喚好 我希望佛佑 我们所有高雄的企业 大家可以这样出演做 把我们的出品头发 相够好 老顶老板相够好 那么有一个外公 让我们可以实在出品头发 不然这种大老婆 这种必须很困难 为了感谢蔡董事长 如此关心高雄市的弱势族群 高雄市副市长陈启玉 也特别代表市长陈居 率领多位官员参加这场盛会 今天很高兴 代表我们丹居市长来参加我们建核企业 竞赏白梨 他这样做一间大企业意义 是方便 替高雄家 上街辛苦做事的人 白梨给他倒小拨 是方便 给我们这些不需要帮忙的人 倒下手 可以说真有意义 今年的这米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提次 而第一波活动从8月17号开始 为了照顾不能自行领取的弱势族群 还特别留下6000包的配额 安排派出所远景 把爱心米送到弱势族群的家中 非常便利 港度新闻 邱品期 红夫人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